台中市議員年底將改選 不少資深議員都決定 讓兒女要來接棒了 佔了近一成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選情 晚上有不少民眾到公園運動 國民黨市議員吳顯森和兩個兒子 三人同時現身 和民眾熱情打招呼 在早期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骯髒的地方 談到當地水岸公園的建設 吳顯森的長子吳淳賢 遼若執掌 38歲的他對地方選民來說 是熟面孔 今年議員選舉決定接棒參選 我從小跟隨的我爸爸 人家說用看的看得到 也要得到 除了大兒子要選 吳顯森當年領養來的小兒子 有原住民協同 也要爭取平地原住民議員這一席 吳顯森一次推出兩個兒子參選 也引來外界議論 這野心會不會太大 兩個兒子有興趣 當然我在後面 可以全力來支持他們 跟政敵的企圖 我從來沒有企圖 建設議員 小朋友加油 加油 捐球棒給當地小學棒球隊 擔任五屆議員的段維宇 帶著兒子一塊出席 身上傳的背心 早已印上兒子的名字 段維宇是台中唯一的親民黨議員 今年也決定 要交棒給兒子 另外還有民進黨的邱素貞 他不只帶著里長女兒跑通亮相 連戶外看板都是母女的合照 強調經驗傳承服務接軌 兩人幾乎是形影不離 平常的服務我們都 他也跟著我十幾年了 都是會帶著他來拜訪一些 之前我們的那個 等於說裝腳啦 不管是哪一黨都有資深老議員 決定交棒給兒女 台中市65名議員 就近一城決定交棒 考量年紀已到耳順之年 再加上體力大不如前 拼全力為兒女俯選 希望能順利延續生根已久的政治生命 老議員們才能放心退休 記者李明仙江志南黃靖璇 台中報導 晚吉艦黃靖璇